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被骗了吗 我没被骗 你冲他了 你叫那么骗的 不管 我相信你们 安定药物被伪装成了轻火胶囊 笔记本上记录了115个女人的名字 是否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千里姻缘 进行说法稍后为您播出 我放开了 我没办法 我这家人把我开门 我没办法呀 我这家人把我开门 我没办法呀 你还记财量吗 我不记 你来帮 对于我给你切财量没办法 我只说家长男人来帮我签字 我没办法呀 你被骗了吗 我没被骗 我送他的 你叫什么名字 不管我相信他们的名字 我不已经叫什么名字 我还说他们的名字吗 不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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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山东省济宁市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拍摄到的内容 刑警没有拉住的这名执意要离开的女士 在他这次离开派出所的两天前 2015年的12月2日晚上 一名保安在当地的一座大厦救出了他 这是当时的视频 你身边上还有吗 没有 手机也没有是吧 这这这 这这这 看上去 你前面是吧 你还在这旁一会 上医院吧 上医院去去看一下 你别捞到地面吐了他 你爬了什么呢 不能没紧 妈 看着了我给你射 我给你射 你想跳 起来起来 我给你射 你怕坐着呢 先去医院 再看一下 啊 外面是时候已经送了头纳头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的说法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记录内容如下 2015年12月2日晚上 山东济宁某公寓 保安巡视 发现异常 在巡楼期间听到有 喊救命的声音 就说他就说救救我 救救我 一个女的 女的 门被反锁 没有钥匙 里外都打不开 这公寓 基本是出租的 保安马上联系房主 打开房门 把一名几乎处于昏迷状态的女士救了出来 绳子不清 就是 我说你起来 他起不来 问他 我为什么起不来 我没进 保安报了警 派出所值班警察迅速赶到 先去医院 再看一下 把那个受益 伤害都拿走了 失碎状态 半回命 地上到 用 哥哥那呛呈 爬在那个 爪子上 才能 能呈住自己 我们就是 负责他 负责他 然后 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就问那个女童子 这个女童子呢 基本上也是 就是说 回答不出来什么 什么话题 问他十句话 打上半句 你还上医院吗 你还上医院 警方只是通过 这位女士包中的身份证 了解到 她是云南人 叫刘云 40岁 刘云含糊不清地说出 自己的钱包 手机等被拿走了 警方迅速 把这个女子 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就一次接死 二次接菜 需要再往那房 来往那边来考虑 救治刘女士的同时 法医和技术人员 迅速赶往现场 展开了 勘查和调查走法 发现这个现场的门锁 是完好的 然后呢 房间内的物品 都会摆放得很整齐 没有说一般抢劫案子 所发现的搏斗 或者挣扎的痕迹 一个正常的收封环境 所以我重点呢 就针对这个受害者 所能接触到的这个水 饮料 食物 以及药品 进行了一个重点的去检查 警方初步分析 该案是一起麻醉抢劫案件 在现场找到了这个 受害用到的水杯 然后喝了一个红牛排的饮料瓶 还有一碗做的白菜汤 以及在那个废纸楼里呢 发现了一个 轻火胶囊的一个包装袋 但是包装袋里呢 并没有发现有胶囊 应该是已经使用过之后 丢弃在那里的朋友 当时通过对现场提取物的化验 并没有发现麻醉类的药物 其实我也挺有疑惑的 我们就在考虑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是接触或者吃进嘴里的 可是随后 在对刘女士进行血液和尿液的检测中 发现了艾斯作伦的成分 艾斯作伦呢 是一种临床上常用于治疗 焦虑或者失眠的药物 这种安眠药呢 如果是服用过量的话 会造成人的精神紊乱 嗜睡 吸力减慢 然后她的是呼吸困难 严重一点会造成激污力 如果一个正常人 在服用一毫克艾斯作伦纯品的话 就会致命 经过一晚的治疗 刘女士好转了 但是依然不是很清醒 早上警察把她从医院 接回了暂住的公寓 希望可以问出线索 你给人问我 再去问一下她要去吧 行不行 甩一脚再去行不行 你怎么样 你怎么回去 睡一脚 睡一脚 明天陈女回复了 再去行不行 找你行吧 你明天 明天上反说行不 行不行 啊 啊 直到下午 刘女士才清醒 她以为自己是睡了一觉 但警方说 在药物的作用下 其实她已经昏睡了两天两夜 她自己说来捡网友 然后说这个网友叫乙德县 叫乙德县是做生意的 来到之后 他们就在这个乙世界公寓 在那儿在这个乙德县 就是她说的乙德县 住在一个房子里 在那儿住 刘女士的手机 四千多元现金 和一张银行卡都不见了 她说在欠天晚上的时候 吃完饭 吃完饭 然后就睡 就睡到了 我明天问她 当时吃什么东西 或者 或者或者 或者是 那给她吃什么东西 或者喝水什么的 她一起来 想不打起来了 警方认为 刘女士的那个网友 乙德县 涉嫌抢劫 可刘女士反复表示 这是自己的私事 财务是自己送给男方的 她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 除了名字 刘女士不再提供任何线索 当天下午 她就乘坐飞机 返回了原籍 警方调取了监控录像 刘女士的男友 乙德贤就是这个人 是在保安报警的 当天早上 九点多离开的 那个从监控录像来分析 这个男同志应该是 40多是将近50水 那边 身高一米七 多一点 走的时候是 哪着心里想 哪着心里想 走的时候从那个 正好一个监控 正好能拍到 拍到这个 这个他们 他主的这个放检门 正好拍到放检门 走的时候明天看到 有一个用钥匙 翻说门的这个过程 视频没有拍到 这个人的正面 不过 乙德贤 这个名字 刺激到了侦察员的神经 2015年年初 就在同一个地点 也是在这个 一世界公寓 一直 这个叫交易的 现在人 发生过一期 这个诈骗案件 受害者 也是女同志 警方迅速联系了 一年前案子的受害人 见面之后 他怎么跟你说的 要和你结婚了 什么 他当时怎么给你承诺的 当时 当时就这样 他说 在那个几年还要待 还有四 好像三四年的工程 是不是 这样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看房子 去看了好多家的房子 在哪看的 看了一百 就是在那个好世界后面的 一点点 过去的一点点 那些房子 就是我们几年 几年一世间那边 是吧 对 然后 然后就看了 看了一百多万的 然后车库也看了 是这样 电话那头的江女士 是云南人 42岁 离婚后 是通过一本杂志上的 征婚启示 认识这个义德贤的 他就说 他是做那个工程的吧 做卫生的吧 他说 他说 他做什么生意 当时告诉你了吗 反正找那个建筑 他说 建筑上用的那些东西 他是这样说的 这样说的 他那个是不是说自己很有钱 当时说了吗 对 他大体怎么说他有钱呢 他当时给你怎么说的 反正他就说 一个月能分一百万 是这样的 是这样说 他们是一个公司 是这样 这样说的 他说他那个房了 车了 什么的东西 他给你 给你说过吗 对对 他说他的车子 是什么 三十百万 一家车子 是这样的 四百多万 是这样的 是的 房子是什么 长沙 还有那个南京 也有房子 是这样的 长沙 南京 对 对 他是这样说的 这样那你就 你就相信他了 是吗 对 半年后 两个人在济宁见面 以德贤带着江女士 在济宁看了一套房子 首付大约需要二十万 在乡以后 就落脚到这个金令 在金令准买套房子 给这个女童子接回 让女童子出点钱 这个女童子 当时已经对这个 对这个现在 一望精神 让我完全相信 当时那是开的卡是你的 是用你名开的卡是吗 对对对 然后他让你 他让你 你说他开完卡之后 他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回去拿钱 他那个过程 你简单算一下 就可以了 行吗 随后 易德贤用江女士的身份证 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然后让江女士 回去筹点钱 说筹完钱 打到这张银行卡上来 到时候 他就把房子 买了两个人来结婚 后来江女士 筹了近十万元 打到了卡上 钱立即就被取出了 而意外的事 也打不通了 江女士从云南 赶到济宁一世界公寓 找人 才知道房子是租的 他就去派出所报了警 但线索只有这张照片 这是所谓的 易德贤 在微信聊天时 发给他的 因为线索太少 案子一直没有侦破 半年前 诈骗嫌疑人易德贤 和现在的刘女士的男友 易德贤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虽然这回 刘女士不配合警方的工作 回了老家 几年警方 还是把这张照片 发给了他 希望他辨认一下 并且在电话里 向刘女士 介绍了一年前 案子的一些情况 此时刘女士明白自己被骗 她再也没有联系上男友易德贤 而且她丢失的那张银行卡上的五万 也被取走 密码则是她此前告诉那个易德贤的 根据这个线索 警方调取了银行的监控 找到了易德贤的踪迹 这段视频中 易德贤离开当间 就在自助提款机上 提走了刘女士卡上的两万 其余的部分 在银行柜台又取走了 警方最终赢得了受害人刘女士的信任 2014年12月1日 刘女士一次偶然的机会 从杂志上看到了一则男性征婚交友的启示 此人说自己是一公司的大老板 个人经济条件较好 刘女士当时对自己的婚姻不是太满意 于是刘女士就添加了对方作为微信好友 这样交往了大约一年 2015年11月 他们约定在山东济宁见面 31日下午 刘女士下了火车 就直奔易德贤提供的济宁一公寓 见面后 这名自称易德贤的先生表现的很有风度 让刘女士一见倾心 济宁这边天气很干 说他在这儿就是很容易上火 就给我去买了点轻火的胶囊 这两粒是他给我吃的 当时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 我问他让他会议每一个时间 我问他让他会议每一个时间 他最后提到了这一遍 先生让他吃过一种脚囊 那个脚囊是请货脚囊 先生对他说 我们吉林这个地方天气干 天气干你你来这儿来这儿 就是不适应 时间上来会赏货 来着你只要吃一片这个情货脚囊 随后刘女士便不省人事了 直到12月2日两天后才被保安救出 在房东提供的租房合同中 租房人显示是董国辉 可他留下的电话已经打不通 警察根据当事嫌疑人 易德贤和董国辉两个身份证的信息 到广东追查 可是他们找到董国辉和易德贤后发现 在案发期间 这两个人没有离开过广东本地 并且这两个人都反映自己的身份证件丢失了 这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是盗用了这两个人的身份 一条思路了 嫌疑人至少冒充了两个人的身份 他登到杂志之后 有许多女性给他联系 总共是115个人 躲在盗用身份之后的这个嫌疑人 到底是谁 千里 因缘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警方已经落实 真正的易德贤和董国辉 这几年都没有离开过户籍地广东 但是在广东之外的四川 云南 江苏 山东 河南等地 都曾出现过这两个人的信息 警方先后多次 往返于这些地方展开侦查 那里那个大情报 插到他 这两个人的身份 同时在虚度 大力 热蚊和鬼样 出现过 而且罗交底都在这 就是他两个人的身份 这种情况都罗交 对他两个人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出来没离开过 也就是说 应该是先人正在使用他们 一时的身份 去做的案 你身份 被盗这个情况 正是没有 咱到党地公安 那个派出 和事了 他们都不利用 这个水平等了 现在从正常工作 情况怎么样 到了查队这段 现在是就是 就是问题 现在通过咱这个 这个 情况活动规矩 在这几个地方 同时出现了 还有一个正如期的男子 叫熊玉棚 同时在地方 跟着两个水平等 同时出现过 常常看调区的 水平情况 长相还有点 详实的地方 你看他这个 包括一些详实的人 这名男子叫许文峰 几年警方发现 犯罪嫌疑旗址落脚点 均汇集在河南郑州 2016年1月7日晚上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在河南行阳 警方将犯罪嫌疑抓获 真婚如何就变成了 诈骗和抢劫 这样的案件 真的就是防不胜防吗 请听来自警察 和法学专家的感情指导课 对这个人要做到 知道他 你得和他的交往的深浅 要和对他的了解 成正比的 而不能够成反比 只要对方 有各种借口 开口向你提出 要借钱的时候 那你就要提高警惕 千里姻缘 金说法正在播出 代表就是我们在县宁 闲雷家里收回来的屋子 就跟法案有关的屋子 对没有意思 是吧 我们又在他家收出了 这个许多杂志 这样通过这个杂种 查到就当时 他就是在这上面登记的 自己是 多高 一名其名 一名 稳重 大方 有气质 说自己有车 有罚 然后经商 自己那个标榜 比较成功的人士 还自己专门买了 四块手表 也是在 都是什么牌子的 有劳力士 有劳力士 浪琴 浪琴 对 还有双师 都是名表 对 都是名表 对 还有天梭 这代表 我们后来监定 基本上都是假的 警察 许文峰 今年五十一岁 根本不是什么老板 是一个无业游民 2013年开始 他通过网络购买了 与自己长相酷似的 易德贤和董国辉的身份证 化名在杂志上 刊发了征婚信息 结识了被害人 你得先结婚 这样就是 训练配偶的这个信息 你光是就是说 你母亲是干嘛 你实际就是说 你黑子 你良心 我排不良心 我两方面都有 你哪方面 你说 你说 我听你说 一个是就是想 成家的方面 有 一个是就是说 就是 你说那诈骗的方面 也有 两方面都有 暂时呢 你事实的时候 你对能事实的时候 你告诉我 说 说 我现在 我现在 你说 透明 我也说不 我真的 我真的 有点 炸洋田 我 你老说 还在那句话 你的信用不 你可是知道 签到收 紧收到收之后 是 收集一管 你找不到了 这您的行为吗 嗯 他有问题 我再问你 你为什么要用 你的先生的名字 在家什么呢 我问你 你说就行 那有啥收集都是家的 我用家的 为什么要用家的 问你 就你担心是吗 啊老徐 那我也不知道 现在 那你为什么不用 你自己真身呢 对吧 你要是这条 实义实义的 你为什么不用 你自己真身呢 不知道 嗯 不知道 不知道了 你无话可说了 你不知道了 警方调查 徐某在刊登 征婚启事时 不但使用了 假的身份 而且自己当时 根本就没有离婚 你和清筐角 他找了几点 我吃几片 我放了几片 我放了四片 五片 我知道 是四片 还是五片 不是四片 就是五片 不是四片 就是五片 这出入不大 那你到底是让人 怎么吃的呢 清筐角 你跟他说的是什么呀 吃药的时候 他睡得红红红红 我啥也没给他说 吃药的时候 那你 之前你菜料不是说过吗 就是说是北方 赶 是吃 你实际上说的 我菜料好 我之前我吃的清筐 我吃的清筐 因为我那两层 口气不太好 对啊 你实际上给他说的 他说你吃清筐 我说我吃的 口气不太好 就是这有点 意味嘛 是吧 我就这样说的 那为什么你吃的是 清筐胶囊 你给人吃的时候 就给人换成 安门 我就是这些 我该说的都说了 目前 许文峰因涉嫌诈骗和抢劫 被刑事拘留 警方认为 可能还有其他的受害者 在细致的搜查中 他们发现了 许文峰的一个记事本 特别人上就是记录 他登到杂志之后 有许多女性 就是给他联系 总共是115个 咱们统计是115个 赵庆 你看这个赵庆 会计 也就是说人是做会计的 身高1米6 72年生人 有一个女孩 就你独立 那这一个就 毕竭的这个 就表示对方是46岁 16岁 1米59 可能是身高 但是身高的是政科 开上是一个视野男人 就有单 就职务的 说有一个女孩 19是个女儿 就进展情况 比如说这个进展到辽过了 这个是发过照片了 这个是找 这个是品质好 气质家 你是哪里人 真诚了解 就是他会标注一下 每个人的特点 这是为了他什么 就搞混了 他就是怕搞混了 警方提示 通过网络等方式 恋爱交友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仔细的核查对方的身份 特别是不要轻易的进行财务的往来 以免上当受骗 要到这个对方 他的所声称的 自称的工作单位 实际居住地 去了解一下 和他的同事 朋友 或者是家人 接触一下 也可以到这个 就近的公安机关 或者派出所 去 核查一下身份 核查一下 他的身份证件 是不是真的假的 对方的真实身份 没有完全 这个搞清楚之前 只要对方 以各种借口 开口向你提出 要借钱的时候 那你就提高警惕了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屈心九教授 欢迎屈教授 你看 这起案件当中 犯罪嫌疑人许文峰 他涉嫌的罪名是两个 一个是诈骗罪 一个是抢劫罪 这两个罪名 好像从量刑上 有很大的不同吧 抢劫罪呢 因为它涉及到 公民的人身权利 最重呢 因为像抢劫 可能治人死亡 甚至故意杀人 所以法律有死刑的规定 那么诈骗罪呢 因为它涉及到财产 那么罪重呢 你就非常 数个非常巨大的 可以判得无期徒刑 屈教授 白安的犯罪嫌疑人呢 他是假征婚 真骗钱 他对受害人下药 主要是说 想早一点拿到钱啊 那么他这个过程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诈骗变成抢劫了 他第一期就成功了嘛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诈骗 第二期的来讲呢 可能觉得 他将快一些拿到钱 这个时候觉得 这个诈骗时间 对他来讲 太浪费时间 所以他干脆给他吃了这种药物 使他是昏睡 那么这一昏睡呢 那女孩当然没有任何反抗 也不知道了 趁着这个过程 他拿走她手机 拿走她的现金 又拿走她的卡 那么利用别人昏睡的话 你要拿走呢 可能只是个盗窃 但是你把别人 用酒精啊 或者是什么毒品啊 或者其他的精神类药物啊 然后有人陷入昏睡状态 不知道反抗的状态 然后再拿走他的钱财 那这就是抢劫了 所以他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手段 所以在定罪的时候 这个案子要定他抢劫罪了 他好像专盯这些离异的啊 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下手啊 但是好几位都上当了 这种案子可能以后也很难 就是就完全杜拒 还会不断的发生 特别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 网上的东西 你不能全怀疑 但也不能全信 还要留个心眼 那这时候要做一些鉴别 一些传统的方法 你要这个人 对这个人要做到知道他 你得和他的交往的深浅 要对他的了解成正比的 而不能够成反比 通常人品啊 能力啊 还好看不好看 这些东西属于个性评价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情人眼里出稀释 但是有一条是底线性子的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这个人 他叫许文峰 是不是真的许文峰 那么他这个人来自于哪里 他的工作情况 他的家庭婚姻 这个有没有结过婚 周围朋友状况 你要慢慢的 你要和他要托付中身 你要慢慢的去都了解他 最后你才能够融入他的生活 他也能够融入你的生活了 最重要一点提醒 就是对这样的陌生人征婚 千万不要借钱给他 有什么财务往来 所以在这里来讲 第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很轻信 很信任别人 这个不是缺点 真的不是缺点 但是呢 我们告诫所有的女性来 真遇到这种情况 说对不起 如果是你的丈夫结婚了 或者你的他很了解了 那没问题 因为钱的东西 真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来讲 你钱面就很轻易相信 他最终感情受伤下的是自己 心钱损失的也是自己 就骗了 结果他还得手了 结果他通过骗你呢 他还提高了技巧 他就骗下一个姐妹的时候 更容易 所以在这里来讲 钱一个人就给他挡住 就给他打掉 让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本子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在嫌疑人家里搜出来的本子 上面有115位女性的联系方式 我们把相关的信息做了遮挡 在这些名字当中 是否还有受害者呢 锦宁警方正在根据 记事本的线索 继续进行追查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近日说法 也感谢曲新九教授 采用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跟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 好